這個短片呢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用那個模擬器來玩這個爆爆網 因為當年是用電腦版在玩 當年的時代沒有手遊 所以能夠玩這種遊戲就是用電腦在玩 這個不意外 當然大家當年過來的玩家他會覺得說 我這應該用電腦來玩 那如果想要用電腦玩的人 當然模擬器就是你的首選 你要先設定按鍵喔一樣在這裡 開啟鍵盤右下這裡喔 點起來之後呢 他這個跟黑色沙漠的不一樣 我們假設先把這個關掉 你把這個拉過來喔 然後預設是WASD啦 但是我們當年是 上下左右 也就是說鍵盤的十字鍵 這樣子 當年是這樣 然後這裡會有ASD 然後空白鍵是放炸彈 我記得當年是這樣子做的 好那我們就把它保存了 那我們先放大 他這個遊戲呢 有一個一般配對就是四個人對打 那他還有一個 超大型的類似吃雞那種模式 就是生存戰喔 16人對打 這個喜歡大亂鬥的人應該很棒 很適合因為他地圖超大 那我們就分別打 大亂鬥跟這個一般的給大家看 我們先點進來喔 那因為裡面有一些 什麼持有道具 他這次弄得蠻複雜的 跟當年比起來真的差很多 這就是你的道具 那我們按配對 我們直接配對啦 那現在 很多人在玩喔 所以 能夠進來玩 就要偷笑了 不然像昨天一樣 排隊排超久 這裡按Ready 直接開始 右下按Ready 那我現在就是用 上下左右在玩 我用鍵盤 去操作 那你的這個 設定啊 這個配置其實跟黑色沙漠都是一樣 用這些就可以了 你不用特別去調啦 喔幹 被電到了 他這個技能可以任你擺耶 這好像是傳點耶 欸 不能走 屍啦 這樣就擠倒一個 欸 快贏了喔 他這個也有春食了 我有發現 贏了 贏了 哇 狂亂的技巧 他的操作其實很簡單 那就三招跟一個放炸彈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來玩一次那個大亂鬥給大家看 他這兩個模式其實就夠大家玩了 就很刺激了 現在同意 馬上按下去 他這16人喔 相當多喔 2 4 6 8 10 12 10 16 16人的玩家 那你如果綁FB的話 你會看到你的頭像就在上面 夠多人吧 很像在上課喔 就差欸 很像養老鼠一樣 就是這麼大張喔 很嚇人吧 就是這麼大張喔 超恐怖的 然後他好像會慢慢縮小 我記得是這樣啦 霧氣 啊幹 他那個地圖位置縮小的樣子 他那個地圖位置縮小的樣子 然後你死掉就沒有了喔 你只能關站了 大概像這樣子 那這幾個模式其實蠻好玩的 大家可以考慮看看 這個喜歡 大型戰場的人非常適合 那你也可以直接按結束離開 反正你輸了就是輸了 不過大家最喜歡玩的應該是一開始那一個 那個 四人的PK那個 一般對戰 這是大家當時最熱愛的一個模式 喜歡大挑戰的也可以 那以上呢就是這個 爆爆王的一些 在模擬器上運作 他的過程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